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首是唐朝的韩山大师所写的诗 无心是秋月 碧檀青角节 无物堪彼伦 教我如何说 称是心中火 能烧功德灵 欲行菩萨道 忍入护真心 韩山大师他居住在浙江天台史丰县 那因为不知道他的姓氏 所以也就以韩山来称呼他 韩山大师常到国清室 当时也有一位很有名的出家人 叫做石德大师 他与韩山大师是很好的同参道友 这也传说韩山大师 他是文殊菩萨的化身 那丰干大师是欧弥陀佛的化身 石德大师是普贤菩萨的化身 他们三位就被号称为三圣 又以这三位来讲 他们是隐七在当时的天台山的国清室 所以他们三位也就被称为国清三隐 韩山大师这首诗记 他说明出了 已经证悟菩萨信空的这个修道者 他的心境就像秋天空中皎洁的明月 映照在碧潭的潭水上 清凉皎洁无所污染 没有一个东西可以比宁的 这不是任何的语言所能形容的 有所谓的一花一世界一夜一如来 在这大自然的花草树木 其实都孕育着无边的法界 以及菠萨的风光 只要我们拥有一颗禅心的话 就能够体悟 所以就有所谓的 清清翠足无非菠萨 玉玉黄花皆是妙地 过去的古德也说过这么一段话 若人适得菠萨性 春花秋月大地春 宇宙世间的深逻万象 都是从我们自信的菠萨所显现的 那么究竟什么是菠萨呢 无心是秋月 碧潭清皎洁 这个菠萨就好像皎洁的明月 它没有障碍 没有挂碍 没有烦恼 因此它能够动然 清除一切 这个就是所谓的菠萨智慧 这菠萨是内在的智慧 它没有办法有任何的物品 可以来比拟 也没有办法用世间的语言来叙述 所以憨山大师才会在这首诗里说 无物堪彼伦教我如何说 它是一种很抽象的境界跟体悟 它是不可说的 我们每天24小时里 我们如果有禅定力跟智慧力 面对这许多的人事纷扰 乃至于人情能软 也就再也不是困扰的 遇到的难关 也都能够迎刃而解 所以如果我们每一个人 都具有清净的自信 那我们就能够 做自己生命的主人 但是如果我们只是一味的 在外向上去追求 我们只会离这个佛法 乃至于离喜悦 会越来越远 我们的菠萨智慧 本来就是具足的 不需要往外去追求 就像明朝的普庄禅师 他说 人人自己天真佛 周夜六时常放光 替其眉毛观置的 何劳特地理西方 意思就是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佛性 我们都要相信自己 人人人都是佛 对于生命 我想透过这首诗记的一种体悟 他告诉我们 人是一种承担 所谓人就是外境 加在于我们的 不管是有理 无理 我们应该都要学习接受 然后再去化解 处理 佛教有一位 很有名的白影禅师 他受人冤枉 只因为别人的一句 这个虐走是你的 从此 他就带着这个小孩 到处的去脱拨 化缘 让这个小孩 有奶水 可以吃 可以长大 这个白影禅师 受尽了别人的 讥笑 打骂 他从来也没有变白 更是无怨无悔 由于他的忍辱承担 终于让当时诬陷他的 这对男女青年 感动 忏悔 最后成就了 这位男女青年的 美满姻缘 所以忍耐 有时不只是为了自己 更是为了利益他人 寒山大师 他欲行菩萨道 忍辱护真心 菩萨发心 就算是杀身成仁 舍身取义 他都是心甘情愿的 去承担 再来 心中无一事 水清澄澄饮 彻底自然见 心中无一事 万劲不能转 心计不忘起 永结无改变 若能如是之 是之无背面 话说呢 有一次 马祖道医禅师 他正在坐禅 忽然间呢 非常不高兴的 往空中吐了一口痰 在旁边的侍者 看到了 赶紧走上前去 询问 老师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您 为什么突然 生气了呢 道医禅师 就对侍者说 我在这里 参禅打坐 可是呢 虚空中 却有三河 大地 升螺望向 都显现在我的眼里 实在 让人觉得厌烦 这侍者 听了之后 一脸非常惊讶地说 那 那些 都是你修正的 瑞相呢 你 应该认为 那是好事 怎么会是觉得 厌烦呢 就你来说 果然是好事 可是对我来说 是很讨厌的 侍者很茫然地问 那 这个是什么样的境界呢 马祖道医禅师 非常肯定地回答 菩萨境界 各位 这样子的菩萨境界 真的很让人难懂 马祖道医禅师说 因为 你是人 不是菩萨 四者 很不理解地反问 可是 菩萨 不是称为 绝有情吗 马祖道医禅师 很大声地对他说 因为 你是一个 拘泥不绝的傻瓜 怎么能够称为 绝有情呢 这位侍者 终于在 马祖道医禅师的 赫赐下 终于 有所体悟了 各位 刚刚这么说 你体悟了吗 一般人 在禅座的时候 都会是希望 能够透过禅座 见到瑞相 来增加自己的信心 可是 马祖道医禅师 他却不喜欢 看到这些瑞相 为什么 因为 他已经 去除了 宇宙间的 差别现象 归于 平等 明确了 人我之间的 对待 而归于 统一 去除了 人我之间的 对待 外在的 相状之外 或许 也可以举个例子 来让大家 体会一下 例如 我们来看看 对语言 文字 以我们的 生命来讲 这些语言 文字 对我们的障碍 有多少呢 譬如 我们写一个 水 这个字 假如 你对这个水的状态 有所认知的话 你应该会知道 口渴了 要找 水 来喝 但是 如果你 你执着在于 文字的相 你想要把这个水 喝下去 这个水字 能止渴吗 同样的 火 这个火 能煮开水 但是你写个火字 放在桌子上 再晃 一壶茶 在火字上 请问 可以煮 水吗 你会说 怎么有人 会这么的呆呢 可是 各位想一想 偏偏我们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总是 常常会有 这些问题 我们总是 把语言文字 当成是真实的 譬如 把你的名字 写在黑板上 让大家 来 辱骂你 你的心 跟你的脸 马上会 扭成一团 你会不开心 你会生气 那这一来 不就是 你执着在 文字的相上吗 所以各位 这世间的语言文字 迷惑了 好多好多人 所以 才必须要 人前说好话 如果 我们人人 都能够不执着 在这个上面的话 那 好话 坏话 又有什么分别呢 这样子 能够有多少人 可以体会呢 这一篇文 他告诉我们 真正的禅者 他是 魔来 魔展 佛来 佛展 心里面 不要 挂碍 放下 有什么 就 面对 无什么 离开了 也不在意 能够做到 心中 无一物 心中 无一事 那 在这样子的一个 情境里 你的心 才能够真正 融入到 禅的境界里 而且 也能够 掌握住 自己的心念变化 做自己 生命的主人 今天 就跟大家 分享到这里 谢谢 感谢